台北市長柯文哲任內BM連環報 其中一項就是北市科地上全爭議 也被質疑涉嫌圖利新光人壽 新光人壽以44億標下的北市科T17 18用地 現在已經被鐵皮圍起來 北市議員林彥鳳透露 當時除了新光人壽 還有一間距港資背景的科技公司 有意投標 這一間港商的身份 他的背後其實老闆就是 美國NBA直籃輝雄隊的老闆 優比快公司就是他所投資的 柯文哲市府為了新光人壽 而去勸退了這樣子一個優質的廠商 由於當時新售權利金下修 林彥鳳指出對比起來 這間港資公司並沒有要求下降權利金 僅要求調整簽約日期 在得標90天後簽約 原因似乎和港資背景 需要陸委會審核有關 議員指出最終這間港資 被科市府勸退 被解讀是替星光蒲露 吳欣營當時就是星光人壽的副總 那個時候這個吳欣營在後期的時候 甚至是民眾黨的倍位立委 也就是被民眾黨提名不分區 北施柯案只是柯文哲目前身陷的 市府時代五大弊案之一 還包括金華城萬大漁果市場 南港轉運站BOT和台智光案 自家民眾黨還有現金假賬案 傳出北檢特地分組 在偵訊時可能觸及金華城之外的其他弊案 柯文哲的這幾個案件之間可能存在關聯 最重要的大概就是金流上的一個流動 對檢察官來講他只要認為說 這些案件他能夠說明為什麼是有關聯性的 他都是可以做一併的調查 舉例來說金華城案和雨果市場案 都和審慶金有關 其他弊案是否也有人與金流的相關聯繫 看似調查一件但有一連串重子案件 等著破開內線 三立新聞黃玉帆 顧遠松 崔道平台北報導